好 非常火山岩 哦 哦 你可以看到我們大部分跟大自然環境的連結 所以我們提供的環境就是盡量能夠跟大自然的那種環境做結合 比方說做檳榔葉翹 比方說你可以編花環 你們的DIY就這兩個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們做食物 比方說你吃過阿拜 對 然後或者是做豬血腸 或者是煙燻烤肉 等一下你們是如果是團體啦 那披薩是你要另外做 那有一個體驗就是我們可以讓你體驗就是我們那個石頭火火怎麼樣生活 然後你怎麼看石頭 那等一下會嗎 會示範嗎 你們會有石頭火火 檳榔啊 檳榔 檳榔樹對不對 對 然後它是一整顆這樣 然後它的葉翹呢 等到它真的花包要開花的時候 它就掉下來 就會整個掉下來 對 然後你就看得到它整個葉翹是非常新鮮的 嗯 所以它這個是剛掉下來新鮮的葉翹 對 這是新鮮的 下像新鮮的 哦 這算是新鮮的 對 算是新鮮的 對 它這個剛 海下來嗎 對 剛海下來的時候已經可以 趁它新鮮就可以 然後泡個水之後就可以塑行了 對 對 可以做你要的便當盒啊 或者是這樣子 啊 好可愛對不對 對 然後等一下你就做一個小的 嗯 好 然後做完這個我們就準備吃飯 稍微看一下你的模式有沒有太硬 因為你給它切成這樣 來 哇 這個那麼硬喔 你一定要靠刀子才切的 軟掉了啦 軟掉了 不像這個那麼硬 你看它 它要靠刀子才切的掉耶 用剪刀沒辦法 剪刀也可以 剪刀也可以 這個比較快啦 哦 用剁的比較快 好 剪出來 你在形塑的時候 你稍微拆一下 它還很軟 假如我今天去採集的時候 它還很新鮮 好 對 你要稍微抓一下 好 可以 可以用你自己想要的大小 好 每一個人 現在削的這個是要把那個 固定 嗯嗯嗯 對 等一下穿進去 OK 好 用嗎 好 它這個削完也可以這麼柔軟 就是 對 不是把它當牙籤 它還是可以像這樣柔軟 對 你就是 怎麼樣去形塑它 你要大 你要小 嗯 你這樣跟著它 那現在就開始了嗎 嗯 就開始了 那我們要怎麼折 就先對折 先對折 是抓四分之一嗎 還是 就是 四分之一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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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但我做的就比較大 那你不來玩 那你不來玩 沒有 我來拍拖 哦 你不來拍拖 先對折之後 然後那一邊要怎麼折 對 然後對折 等一下你的位置 往這邊對起 嗯 然後往這邊對起 這樣 這樣我這邊 對 找到一個 沒有那麼簡單啊 一樣 就是先讓它這樣 然後你一樣 好啊 先穿過去 對 先穿過去 對 然後你等一下再形塑 可以哈 對 你先先那個 應該是 這樣穿出去 對 穿出去 然後往裡 這樣穿嘛 內穿對不對 嗯嗯 可是它折好再穿 折好 哦 你已經折好 這三個石頭也像那個氣龜啊 氣龜啊 氣龜 氣龜啊 刮了 嗯 那個是以前 舊的那個呢 以前舊的什麼 舊的土啊 哦 舊的土啊 對 你看它 古時候的人 把它磨成 剛搓到這邊 是的 好啊 那我給你 好了 我給你 非常硬 所以還是要有一點技巧哈 不是 那這個應該是要 往內 我來拿去 我昨天的那個技巧哈 我昨天的那個技巧哈 哦 終於 你說老葉煎蛋了 對 老葉煎蛋 哪還有 小米九糟 香腸 還有薰烤雞 對 然後這個是阿伯 阿伯 看 這個也有 這樣嗎 哦 非常火山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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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過來看 要過來看 要過來看 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應該也有吧 哦 好酷哦 要幾度啊 天啊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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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